我被罚了1000块钱 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是他们这瞎搞 还有一个要么是要么就是理解不透彻 我在我的passport的护照上面 每天都也不是每天 就是我经常会记着我的到期日是29号28号 今天是28号 也就是说我今天来办 按照我护照上面的日期 根本是不会延期的 他给我延期 罚了我1000块钱 可能是罚了我大概两天的时间 就是他办的时候 不是以你这个护照上面的日期 他具体怎么算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算的 反正我感觉有点瞎搞 这是我的罚款罚款单 怎么样才算结束呢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流程 然后你到了这个移民局之后 这个移民局进去 现在一楼一楼会有一个女的 然后辅助你来在柜台上面来进行办 因为如果说你是中国人 特别是不会英文的 他就会协助你办 我看到里面也有好多什么欧美的人 其他国家的人 他们英文很好 都是自己办 你不会英文 你教导他才会给你办 然后办完之后 再去柜台 柜台上之后 他会给你写上 你去哪个二楼哪个房间 让我去的话 就是101101 喜欢101会找那里面一个经理 然后他给你签字 签字里面也问了我几句话 What do you do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说我 I'm a student I'm studying English 我来这学习英语 可能是我延期的 才会去找他经理去签字 如果说你要是不延期的话 可能就不会找你签字 可能去完第一个柜台 然后直接就给你贴上你 那个 护照上面 重新给你贴一个延期的 一个签证的到期日的一个方位标 然后这就算是完事了 然后非内识 你如果不懂英文的 我个人建议你来到这里的时候 最好还是找一个当地的人 或者英语好的人 带你提前来 其次第二点就是 你的护照上面的日期 比方说今天30号到期 你记得时间 你一定要提前5天到6天的时候 来这品饭 千万不要等一两天 感觉快到了 我再来这办 他有可能会给你搞延期 延期的话 发货款是小事 这1000块钱 对他们当地来说 是他们两天的工资了 没必要去做这个事 这样会给自己的 在尼泊尔的信用 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 最好还是不要引起 好吧 今天这就完事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的风景 就回去了 刚才遇到点小情况 到这忽然没有网了 又在这买了一个卡上的小伙子 帮我冲上 这个地方就是 办签证的地方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 不过我来的时候都已经12点了 估计是可能要休息了 他说是进到大厅里面就直接可以 哈喽 就在这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 总共就这么多 总共五楼 这有一个ATM机 还有一个专门的警察 在这里面守候着 拿签证到明天就要到期了 因为我来这时候办的是90天的免签旅游签 但是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啊 尼泊尔给我们中国人特殊的照顾 是给了两个月的续签 就是自动往后延期延期 但是呢好像也不用花钱 但我没有办过啊 昨天本来说是要去那个 要和小生小生一块去那个移民局的 后来下雨了 他就就我俩立的有点远 然后那个他就没来接我 我还不知道 我我还没有办过这个事 这个事 反正就是今天去 刚才打了个摩托车 就在等摩托车 看看他这个办理的一个流程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还有这个虽然说是给延了两个月 等于说中国人在这只能住五个月 前三个月住完之后呢 后两个月呢 每一个月都得要去移民局 做一次签证 就做一次那个那个自动延期 打了个车 英语沟通不了只能尼语 这是老板娘帮我那个沟通一下 这个在什么地方 跑过去了 那个人可能是从这过来 这是老板娘的家里面啊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他们家吃饭 还挺好的一个闺女一个女儿 这是他家厨房 人不在我就不进去 哦 哈喽 谢谢 谢谢 走到了一半 司机的车没有油了 来这边排队加油 看一下泥布尔的汽油多少钱一升 朋友没有我近视眼我看不见 好像这有血 都是泥语 9600 7600 9300 这玩意咱搞不懂 啊这个是卡 在打这个车 这价格了啊 是1634应该 啊1000块钱呢 是50 然后600呢是30 啊 就不用了 我给你吃了 这个东西